牆外面就是樹林 清厚一點還有腳底叫你 這裡的方艙就是全部獨立 又沒有人騷擾你 只有一個私人空間 你哪會覺得有問題 有不少市民擔心染疫之餘 也害怕被送入方艙醫院隔離 因為很多報道都說 方艙醫院設施不夠 入住的感覺是遲坐牢 僅是在粉嶺方艙醫院隔離的市民韋先生 就主動聯絡東張西網 表示要說句公道話 韋先生和兩個小朋友 一家三口正在隔離 他說環境並不像傳聞說 那麼惡劣 環境和設備是乾淨的清潔的 定時差不多半小時 一小時已經擦乾淨了 一些消毒用品擦乾淨 他更以有度假的感覺 來形容隔離生活 進了房間就不讓你出來補 你進來是簡直一種度假的感覺 牆外面就是樹林 清幼一點還有雀仔 叫你也沒有聽過這裡的吵架 他又繼續說 方艙醫院不像集中營 感覺像私家醫院